徐凤年知道自己跟拓跋菩萨之间必定有一战 只不过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 徐凤年帮那个赠送佛波的禅宗老和尚送葬 堆木 立碑 手指围刀 刻下鸡汤和尚之木外 本想加上一段木制名 可惜那支名叫莲花烙的曲子也不知内容 只能作罢 在做完这些后 徐凤年就不得不去寻两件衬手的兵器 只不过犹豫了半天 现这件本该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竟是异常艰难 徐凤年竟然还有蹲在坟头前哀声叹气的闲情意志 以前一场场豁出性命才有资格赌生死的拼命 比如对上丫头绿客栈的魔头谢灵 拥有两位强大护从的二世祖拓跋春笋 还有那第五豪 杨太岁等人 以及最近那次对阵剑气进黄青外加一条北莽真龙 徐凤年都没有怎么多想 事实上是来不及深思什么 就像一场场骑军斥后接触战 生死立判 至于跟人猫韩生轩和王先知 徐凤年倒是都有足够时间去布局 但那些算计都显得肩不容 提心吊胆 不敢有半点分神 唯独与拓跋菩萨打架 一旦真的是到临头必不可避 又有短则几个时辰长则半日的悠游时分 徐凤年非但没有什么复杂心绪 反而有些轻松 就像在等一个素未谋面却神往已久的朋友 想必看到拓跋菩萨的第一眼后 徐凤年猜测自己说不定会忍不住笑着说一句你来了啊 然后徐凤年又想这个问话实在没能彰显高手风范 同为天下四大宗师之一 两个人既然要生死相搏 十有八九就得挂掉一个 初见即分生死 难道不该有个更豪气甘云的问候 比如说拓跋菩萨你做了几十年的天下第二 那就带着这个可笑名头赴死 或者要不然自己拎两坛酒过去 打架前各自好饮 可谍报上也没说拓跋菩萨喝不喝酒 万一这家伙滴酒不沾 自己难道对他说先别打先别打 等我喝了酒再打 可他徐凤年也没两口气喝光两坛酒的海量啊 在茅屋坟前独自神游万里的徐凤年突然灵光一闪 觉得拎酒去干架的事情还真可以做 因为就算拓跋菩萨不喝酒 大不了就说一句谁死了 生者为死者敬上一坛自酒 就当送行 这种言语既有高手出场时的架子了 也有高手那种诗人生生死如客子远游的气魄了 烂陀山上那位闻讯赶来的六珠菩萨看到这一幕 看着蹲在那里偷着乐的年轻藩王 他几乎傻眼了 这是唱哪一出 不知道整座烂陀山都快炸窝了吗 他吻了吻心神 冷着脸说道 临近烂陀山的第一波僧兵两万人 可以在两天后召集完毕 赶赴刘州 徐凤年走入茅屋搬了两条小木板瞪到眼下 丢给他一条 两人一起坐下 坐在夕阳余晖中 微笑道 你们真是没有诚意啊 转经瞳已经推动 仍是还要等我胜过拓跋菩萨才出兵吗 六珠菩萨也没有遮遮掩掩 一朝一代 至多三四百年的寿命 可你知道烂陀山已经存在世间多少年了吗 徐凤年凝视着他那张好似岁月永远留不下痕迹的脸庞 当年春秋十大士族豪法也都是这般认为的 总觉得国座可断 一家香火不能熄灭 我原本以为你们烂陀山的和尚会更出世一些 他冷笑道 真若出世 我们烂陀山还理睬你北梁王做什么 汤这浑水做什么 你别得寸进尺 徐凤年摇头道 谁说出世就是关起门来 使尽躲在天外天山外山的地方 不问俗事 你们烂陀山自了一世是很了不起 我也服气 但武当山道士的下山修行 两禅寺的一日修佛便一日耕作 更让我敬佩 武当的成仙也好 两禅寺的成佛也罢 不过是江水彼岸的风景 他们也都是找到了渡船的 能渡江几尺是几尺 几丈是几丈 自家船上能多在几人是几人 而且从不收人银钱 更不介意自己溺水 只求多在一人 难怪无用和尚要离开烂陀山 他留在山上 其实就只能一辈子指示那个刘松涛 六诸菩萨面无表情道 千年烂陀山的佛法 岂是你徐凤年几句小小疾风就能打散的 说到底 你还是想着那数万僧兵 少在这里装枪做事 徐凤年感慨了一句 道不同 鸡同鸭讲 六诸菩萨皱眉道 拓跋菩萨正在赶来此地的路上 你不逃 你不过是吸纳了残留各地的春秋气韵 真当自己恢复巅峰境界了 徐凤年白眼道 我这会儿就是漆黑不见五指的夜幕里 那个唯一提着大灯笼的人 你当拓跋菩萨是瞎子啊 东边北梁的自己地盘 我肯定跑不过去 往北去孤塞州 我想北芒女帝和太平令一定会好酒好肉招待我的 还是西域更西 那有意义吗 至于往南 那边陈之报和谢观音应该也闻到欣慰了吧 徐凤年的脸色有几分云淡风轻 跑什么 打了再说 又不是必输必死的境地 再说了 很早就向往快意江湖 第一次走江湖最像是真正走江湖 只不过半点都不快意罢了 狗抱江湖 还经常呛水 可惜后来几次 本事越来越高 却也越来越不把自己当江湖人看 这一次 我打算为自己走一次江湖 不苟抱过江 不乘船过湖 要潇潇洒洒的一飘而过 六珠菩萨撇了远远处藏有鸡汤河上的那座不起眼坟头 淡然道 你要是死在西域死在拓跋菩萨手上 说不定别人想要收尸都难 徐凤年一本正经默念道 同言无计 同言无计 六珠菩萨眺望东方那谷常人肉眼不可及的气势 拓跋菩萨很急着杀你 徐凤年不去看那富时或知人都会感到壮阔的场景 接下来有的是机会去欣赏 甚至也许容不得徐凤年不看 能够看到兔 徐凤年自言自语道 李纯刚重出江湖后 在彻底离开江湖前 老人曾与我同行返回北梁一段路程 离别前他曾经用两个字的形容词点评江湖人物 说那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是陈卓 大和前衡 大雪平轩辕进城 是那含蓄 不着一字 近的风流 斩魔台齐玄珍 是高谷 月初东斗 清风相从 龙虎山兆西团 是邝达 生者百岁 相去几何 邓太阿 是静见 行气如虹 走云连风 曹长青悲楷 百岁如流 万念冷灰 那王先知 老而弥奸 更是真于佳境 堪称第一品的雄魂 天风浪浪 海山苍苍 精神弥满 万象在旁 六诸菩萨耐着性子听他唠叨这些故人故事故语 事实上他听得挺津津有味 毕竟这些话语如果不是他今天出现在这里 恐怕就要一辈子烂在某人的肚子里了 徐凤年突然问道 烂陀山有没有好一点的兵器 最好是刀剑 如果有神兵利器 不妨借我一用 六诸菩萨看着东面的景象 摇头道 有 一把叫放生的古剑 一柄叫气韵的刀 都锻炼于大凤王朝 只不过等我这一来一回 拓跋菩萨已经找到你了 徐凤年笑道 大不了我让拓跋菩萨等你到了再开打 他要是不答应 我就往烂陀山方向跑 总归能等你到取来刀剑 对了 在我跟拓跋菩萨交手期间 你帮盯着那个目前身在内城董家中的王维学 只要他不离开西域 你都不用插手 六诸菩萨缓缓起身 眼神复杂 你为何不散去气数 拓跋菩萨也就失去了目标 这场架 你不用打的 徐凤年无奈道 老和尚才入土多久 你就不怕他跳出来往你脸上狠狠砸一波啊 你不怕 我怕 再者直觉告诉我 今天在这里干脆利落打一架 也许比以后托尼带水打一场 会更有力 胜算更大 现在碧齐锋芒 以后就算恢复了修为 心境也输了几分 他冷笑道 归根结底 你徐凤年还是想借着西域黄沙千里的广阔战场 不管不顾与人酣畅淋漓厌厮杀一场而已 扯什么直觉心境 徐凤年尴尬一笑 随即露出一副恼羞成怒的模样 瞪眼道 打人别打脸 骂人别接短 六珠菩萨一闪而逝 徐凤年独自坐在小板凳上 小烂陀山属于内城三姓中阎王司马家族的后花院 只是董家动了那场蓄谋已久的血腥屠杀 一夜之间十不存五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董家在那个屋顶年轻酒鬼那边碰壁后 尤其是饱平周池杰令的公子听说鸡汤和尚赠播给铁木叠儿后 而这个曾经跟他所在宗门大岳府一起刺杀燕文鸾的年轻剑客 竟然来到了山脚茅屋 谨慎的王维学物以为是老和尚请来贴在司马家门上的护身符 便言令董家杀手不许继续追杀司马家族 而悠哉游哉坐在板凳上等人的徐凤年 也感受到了这座城的强大韧性 司马家族已是摇摇欲坠的惨淡景象 换作中原门庭 早就树岛狐孙散了 可司马家仍是在茅屋附近派遣了 从一山到刀剑雪迹皆未干的三十余名死士 然后护卫着树木相当的那些妇孺老幼 想来这已经是司马家族仅剩的一点精神器了 显然将毛屋檐下板凳上的徐凤年真当成了救命符 在六珠菩萨神出鬼没的一来一去后 司马家上上下下的精气神又涨了几分 毕竟在西域只要跟烂陀山牵上线 终究不会是什么坏事 无所事事的徐凤年看着两百步外的那些人 对方也打量着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古怪客人 其中那些个志同少年更是瞪大眼睛 他们人人手持兵器 不论是兵器 还是今夜的悲惨境遇 对他们来说实在是过于沉重了些 许多孩子脸上还带着泪痕 有略微高大的男孩子轻轻安慰着身边的小女孩 也有父母被攻的成年男子在女眷的帮忙下包扎伤口 还有腿脚伶俐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捧来的箭矢 踮起脚跟小心翼翼放入长辈的箭囊中 为了防止董家杀手借着夜幕进行刺杀 这一袋树枝都高挂灯笼 灯火异常辉煌 夜色春风中 徐凤年看着他们 那些孩子也痴痴望着这个能跟烂陀山女菩萨搭上线的厉害人物 然后在几名身手胜过寻常家族护从的内城高手护送下 有个备有一张牛角大功的女子走向徐凤年 婀娜曼妙的身姿 纤细的腰肢 修长的双腿 跟那巨大的杀人戾气 在灯火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徐凤年缓缓起身 想着就当自己是帮那位自称龙树僧仁师兄的鸡汤和尚代客了 不过他显然低估自己的气势 当他弯腰起身的时候 除了那名女子脚步不停 那三个高手身形都顿时凝制 然后县女主人还在前行 又握紧兵器硬着头皮跟上 徐凤年还没有站直身体 县这伙人如此紧张后 就又坐回去 想着这样大概会比较让人放心 不料他这一起遗落 把那群惊弓之鸟给彻底惹毛了 呼啸出声 有个相对年轻的汉子 二话不说就挡在女主人身前 拔刀相向 死死盯着徐凤年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 徐凤年有些无奈 你们到底要我是站着还是坐着 那女子跟身边那几位自己家族养兵 千日用在一时的高手窃窃私语 随后让他们留在五十部以外 他独自走到了徐凤年身前 笑着指了指六珠菩萨坐过的板凳 徐凤年点了点头 他摘下那张牛角弓坐下后 微笑道 公子不要介意 我们司马家今夜实在是风声鹤唳的很 哦 忘了问公子 听得懂我的话吗 徐凤年笑道 我不是北莽人 当然听得懂柴夫人的中原官话 不仅是这座城 整个西域皆知 阎王司马家当家的人 是柴夫人 嫁入司马家后也没有赴随夫姓 她持家二十年 所以内城三姓中也有人把司马家族说成柴家 徐凤年在浮水房搜集到的谍报上得知这位柴夫人是冬月移民 刘南至此家族长辈很快凋零 孤苦伶丁嫁入了当时还在外城打拼的司马家 可以说是他亲手把司马家的家业操持到今天的显赫地位 至于其中的艰辛 徐凤年就不知道了 也没那份兴趣 她直截了当道 既然公子不是北莽蛮子 那我就可以说些敞亮话了 如有冒犯 请公子不要生气 只要公子能保住司马家族一百二十四口人 不论公子所要什么 只要我给得起 我一定给 徐凤年没有说话 这位年近四十却风韵游胜年轻女子的夫人 眼神坚毅 公子也许会觉得司马家族已经不值一提 但是我可以保证 只要渡过这个难关 只要司马家族这块金字招牌在今夜没有被彻底摧毁 那么不出半年 我就能重新拉起两千人马 然后她突然有些凄苦 那个年轻男子竟然在这种关系到她家族存亡的紧要关头 睁睁出神望着远方 开启了小差 她能够带着家族走到今天 自有其坚韧不拔的地方 加重语气 说道 也许公子是无意间路过西域的中原人 甚至可能会是黎阳江湖最显赫门派里的一流俊艳 有志于登顶五道 根本瞧不上西域此城一两个姓氏的荣辱新王 但是我恳请公子施语援手一回 司马家族必定会感恩公子 以后只要公子稍一句话回到西域 哪怕是南疆 是两辽 是黎阳京城 需要我司马家族出力 我若还在世 必会马不停蹄 亲自领着家族精锐势力赶到公子面前 我若已死 下一任司马家族也绝不会推脱半句 我柴东迪如果有违誓言 就生生世世不得做人 徐凤年转头看着这个女子 眼神恍惚 她瞬间眼神冰冷起来 无形中语气也冷硬了几分 我说过 只要我给得起 公子都可以拿走 她这辈子实在是见过太多男子 在她面前露出这种神色了 早年是外城权贵 后来是内城萧雄 比如董家的董铁林 李家的那父子三人 还有那些个自是榜上高手 便言语轻挑的男子 她面无表情道 但是公子要的 我只会给一次 她早就不是那种会以为 江湖处处有狭义的无知少女了 这么多年 为了这个家族 她顺应西域这座城的规矩 也做了许多出道意底线的事情 残酷 血腥 肮脏 阴谋 算计 陷阱 但是对她自己来说 有件事 始终守住了底线 她原本以为再过几年 也许最多十年 西域都不会再对她这个柴夫人的容颜津津乐道 不会再有年轻人也会对她的身段垂涎三尺 那么她就算对得起 那个记忆早就模糊 只剩下一个姓氏的丈夫了 徐凤年没有因为误会而恼羞成怒 只是笑了笑 柴夫人想多了 只是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她转头望向东北方向 柔声道 我很想她 其实一直很想她 她愣在当场 望着那张满是温纯意味的侧脸 她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此时此刻的那份想念 做不得委 她突然有些没来由的伤感和自嘲 在她脸上浮现的东西 恰恰在西域最为奢侈 她这个在西域黄沙叱咤风云二十年的女人 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情愫 徐凤年收回视线 微笑道 我再等的人还没到 确实余下些时间 与其坐在这里待 不如就顺手跟夫人做笔买卖好了 陈吻如她也忍不住流露出满脸惊喜 只是这个年轻男子接下来话语立即让她如遭累积 柴夫人 真的只能有一次吗 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气势也好 气宴也罢 气韵一事 都一股作气在而摔三而结 柴夫人这次虽然依旧恼怒 但已经没有先前的那种悲壮了 反而大概是因为她实在是太过徐娘半老了 就算是生气也别有一番风韵 连累她此时有点像是 娇羞 徐凤年爽朗大笑 摆了摆手道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只不过先前觉得夫人的心弦太绷紧了 这种伤身其实绵延不绝 夫人是用功的行家好手 应该知道松弛有度的道理才对 说正事 实不相瞒 我在内城也有些隐蔽经营 最近半年才在内城兴起的那股势力 夫人说不定已经见过那个满身酸气的老儒生 她就是我安插在西域的人 柴夫人神情凝重起来 世间持家有道的女子大多如此 在惊喜过后就免不了烟火气的斤斤计较了 她轻声问道 据说那个姓刘的老人要么是有北梁背景 要么就是跟财神李家那个高手一鸣一案 事实上都是黎阳赵沟出身 徐凤年摇头道 这些不重要 我能够保证你们司马家族继续做内城大族 只要你跟那老酸如联手 别说在董家鼻子底下苟言残喘 就是挤掉董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要人 我可以给你不输内城高手榜上的人 而且只要你敢开口 我就敢给你很多 你要铁甲要弓弩要枪毛 我也可以一并给你 至于我的要求 很简单 你们司马家在这座城里 必须笼络起一只人数不下于五千的奇君 他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去博取富贵 就果真有希望获得富贵的时候 夫人要让他们相信那不是什么空口白话 徐凤年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两久 我将来能不能看到这些 先不去说 柴夫人你放心便是 等一下你去找那个姓刘的老书生 你就说是我告诉你 他叫刘文豹 下马为驿管 老槐树 他自然会相信夫人 以后也会竭力配合你一切行动 不过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柴夫人和司马家如果不守约 到了该你们拼命的时候当缩头乌龟 或者说以后有人找到夫人给你们更大的利益 那请夫人记住一点 我今夜能给你司马家的 不管我以后出现还是不出现 都能加倍拿回去 你们西域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的打打闹闹 什么内城外城什么高手什么三大姓 以后总有一天你就会明白 真的不算什么 柴夫人奄然一笑 轻轻点头 对啊 在堂堂北梁王眼中 恐怕除了北盲百万大军压境 就再没有大事了 除了黎阳皇帝和北盲女帝 也再没有什么大人物了吧 徐凤年压然道 猜出来了 他沉默片刻 微笑道 本来是随口胡周的 王爷肯定是只有在无足轻重的女子面前 才这么容易被套话 对吧 徐凤年也不否认什么 忍俊不禁道 这么记仇 不好 这下轮到柴夫人目瞪口呆了 你真是北梁王 徐凤年反问打去道 怎么 太好说话了 不像是手握权柄的 边垂翻网 还是说坐在小板凳上 能跟夫人唠嗑大半天 瞧着怎么都不像是个高手 柴夫人眨了眨眼眸 不是说王爷玉树临风 相貌极其英俊吗 咱们内成好些消息灵通的妙龄女子 可都对王爷好奇得紧 咱们司马家也有几个 以前都练剑 后来听说王爷是练刀起家的 就傻呼呼跑去练刀了 整天唠叨着王爷的名字 连我的耳朵都快要起剪字了 徐凤年无言以对 伸出手指敲了敲眉心 苦笑道 女人啊 财夫人望向远处那些个在动荡中活下来的家族人 平静道 有个叫司马碧水的女孩 信誓旦旦说她要是哪天练成了绝世刀法 一定要去北梁找那个叫徐凤年的家伙 就算做不成她的媳妇 做她的红颜之己也可以 很多人都取笑她 其实没什么天赋的 她只是埋头练刀 徐凤年轻声道 然后死了 她点了点头 语气清淡 是啊 杀不了人 又不愿受辱 就拿刀自尽了 是一刀过腹 而不是轻抹脖子 因为如果是后者的死法 还是不会被那些男人放过的 在咱们西域 这样单纯的傻瓜 尤其是女子 总是命不长 就算侥幸活着 也活不痛快 徐凤年顺着她的视线 一起望向那些依稀有了点无忧无虑欢声笑语的人群 感慨到 以后会有天下太平的那一天的 到时候你们西域也会有书生郎郎 孩子不是每天想着怎么活下去 而是怎么寒窗苦读 怎么考取功名 以后也会有杨柳依依 男男女女人约黄昏后 年轻人就做着年轻时候该做的事情 以后会有藤蚁 老人躺在上边晒太阳 慢悠悠回想着这辈子做了哪些自豪的壮举 做了哪些后悔事 然后这一生临了 能够安安心心的把未完成的愿望交付给西夏子孙 柴夫人笑着轻轻摇着头 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脚下这块渗满鲜血的土壤 有一天会出现这幅世外桃源的美好画面 但他下意识伸手捋了捋一捋散乱的鬓角青丝 动作轻柔的驴往耳后 只是他骤然身体绷直 使经握住脚边那张牛角弓 在直觉敏锐的他眼前 似乎出现了一丝丝细如丝的契机连衣 在四周极远处 出现了一声声沉闷压抑的连串声响 那三名内城榜上有名的高手也略显慌张的举目似望 结果只看到最近一处的景象 那是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 一具身着夜行紧身黑衣的尸体从树上坠落在地 要知道那棵树上可正挂着三只大灯笼 明显司马家族的挂笼之人从头到尾都没能献此人的踪迹 但真正让三个鸡身本城一流高手感到手脚冰凉的 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楚那个坐在小板凳上的年轻人 瞧着挺人处无害温良恭俭的 杀起人来却如此不露痕迹 宗师绝对是内城前三甲高手董铁林都逊色的宗师 这位柴夫人由于进水楼台 更因为是内城高手排名仅在董铁林之后的高手 才勉强陷了那些玄妙涟漪 她大致清楚在黎阳江湖 五人境界分九品 二品才算登堂入室 在中原有个小宗师的称号 而她勉强站在了这个二品门槛上 看到了一点门室内的壮观光景 她以前总以为自己若是能够放下家族事物 一心一意专注武道 那么机身内城前三甲肯定轻而易举 说不定都能跟那些黎阳江湖上传说中的 一品高手一较高低 至于之前几次五平十人和最近的五平十四人和四大宗师 她都没有什么概念 知道他们很厉害 如同远望一座高山 知道山峰很高 但到底是如何巍峨高耸 不曾真正走近 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身边这个她到现在对她身份还将信将疑的年轻男人 就等于略显吝啬和灰色高深的给她打开了那种一品境界的门缝 于是她恍然大悟 在这座城内自命不凡的一流高手 在那一小撮真正的五道宗师眼中 与蝼蚁合一 随后就算司马家族的孩子都能看到古怪一幕 从老远处的阴影中猛然窜出一道鬼魅身影 急奔如雷 气势汹汹 他们以为是正大光明来杀人的董家高手 说不定就是凶名昭彰的董铁灵本人 但很快所有人都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那个身形十分矫健的高手貌似不是来砸场子的 而是给人逼着推着过来的 他似乎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除了不断靠近那洞茅屋的期间毫无悬念 同时他的脚步凌乱 四处扑闪 尤为狼狈 明明没有人跟他过招 都做出了几次让人眼花缭乱的前翻后翻侧翻 总之各种翻 原本挺高的一个高手 结果愣是沦为司马家孩子眼中那种杂耍的 他在距离茅屋三十步左右的地方 终于能够停下喘气 这个时候柴夫人才看到这个老人 竟是财神李家那位身份尊贵至极的天字号供奉 此时身上衣衫褂褛 像是被利器一点一点切割的支离破碎 鲜血淋漓 他死死盯住坐在小板凳上的那个年轻人 嗓音沙哑道 好一手邓泰阿的养剑御剑 我总算知道你是谁了 徐凤年看着这个黎阳赵沟的元老之一 你之所以还活着 是在青苍城有个你的同僚 在他死前说了句话 他等于替你死了一次 你走吧 记得告诉李丰茂 以后别再跟司马家族较劲了 至于你在西域的谋划 这些年都中规中矩 我也能当作没看见 那个青瘦老者怒吓一声 一个前冲 脚下尘土飞扬 被脚尖瞬间踩踏出一个土坑 只是老人很快就猛然停止 柴夫人紧紧眯起眼 结果看到有一柄长不过寸余的飞剑 就那么悬停在老人的额头前方 健身碧绿 晶莹剔透 是一柄很能让人心生欢喜的漂亮小剑啊 柴夫人微微翘起嘴角 因为她想起了某人那句感慨 女人啊 在这座城内可以只手遮天的老者看了眼 那个多半是富以面皮的年轻人 冷哼一声 身形倒略而撤 月上之头 很快就消失在如墨夜幕中 徐凤年心神一动 收起那些飞剑入秀 然后伸手指了指那个先前拔刀 相向约莫三十岁的鹦鹉男子 笑问道 他叫什么 进你们司马家多少年了 柴夫人何等心思玲珑 顿时心头浮现阴霾 眼神悲哀的望向那个深受期望的男子 他啊 内城高手榜上最年轻的人物 被誉为比董家杀手更会暗杀的高手 从他父辈起就为司马家族做事了 大概是人心不足蛇吞向 也或者是内心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给别人当下人 跟徐凤年一样坐在小板凳上的他语气逐渐冷漠 冷笑问道 是不是啊 陶底松 那个相貌堂堂的男子嘴唇铭起 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 只是盯着柴夫人 徐凤年当然是袖手旁观 先前这个陶底松看到自己起身时 杀鸡外泄还在情理之中 可以理解为护主心切 可后来看到董家刺客从树上坠亡 那种五人在身陷险境后 本能地气机暴涨和杀心骤起 可就不是司马家族的忠仆 所能够解释的了 徐凤年叹了口气 自顾自低头揉了揉脸颊 有些苦涩 阴阴艳艳融融融乐乐 那么多年的梧桐院上 且如此世事难料 何况是一个身处西域的司马家族 陶底松没有图穷笔现 只是望向柴夫人 这个比自己大了 整整八岁的女子 柴夫人似乎意识到什么真相 勃然大怒 怒斥道 你要做人上人 司马家族何曾拦过你一次 这么多年不遗余力栽陪你陶底松 你是狼心狗肺吗 在西域 没有人 没有义 没有忠 但别忘了 所有西域人都信奉一个信字 认你是大奸大恶之徒 只要答应了一件事 那就是千金一诺 这连城中孩子都明白 陶底松脸色木然 夫人 从小我就很尊敬你 把你当作女菩萨看待 柴夫人怒道 闭嘴 他猛然起身 抓起那张牛角大功 刹那之间晚功如满月 足见他的武道修为 在城中却是毫无水分的名列前茅 陶底松根本无是那张大功 无是那根续世代锋芒毕露的铁灵剑 只是看着柴夫人 自言自语道 当我懂事后 尤其视线自己有比家族所有男子都优秀的武学造诣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总有一天 要让夫人你过得不用那么劳累疲惫 徐凤年在这种气氛肃杀的时刻 不合时宜到了极点 地小声嘀咕了那么一句 你是想说不那么寂寞才对吧 寂寞两字 咬字微微重 这句话清晰入耳的柴夫人 差点恼羞的掉转箭头 先一剑射死这个家伙再说 陶底松仰天大笑 笑出了眼泪 抬起手臂擦了擦眼角 视死如归 缓缓走上前 他的视线始终放在柴夫人脸庞上 眼神开始散男子独有的炙热 夫人 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我最多再过五年 就可以躋身内城前三甲 十年 只要给我十年 我陶底松就有望问鼎内城高手第一 五年后 我三十五岁 你不过四十三岁 你不会老的 还会容颜患 看着就跟不到三十岁的动人女子 你始终都是我少年时印象中的那位夫人 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子 哪怕十年后 你真的老了 但在我心目中 就算你满头白了 也是世间最美的女子 原本柴夫人在陶底松挪动脚步的时候 就会一箭急射他的面门 虽然未必有把握成功 但绝对不会让这个白眼狼继续说话 只不过他身边有个家伙在那里打岔 说让那人把心里话都交代清楚好了 他好彻底死心 你柴夫人杀了自家人后 也好问心无愧 但是他很快就后悔了 这个多年以来都在他面前像晚辈子执一般恭紧有礼的陶底松 那个记忆中能在西域还活的阳光灿烂的少年 其实早就死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射出那一支凋零铁剑 而陶底松也终于露出隐藏多年的嘴脸 大步前冲 身体向右倾斜出一个幅度 堪堪躲过了那根零剑后 继续前扑向茅屋 猙獰大笑道 夫人既然我活着得不到你 那就争取咱俩携手走一遭黄泉路吧 到了鬼门关之前 我陶底松会好好 不给陶底松多说出一个字的机会 他被一支是大力尘的凋零剑贯穿脖子 整个人被巨大的清澈力带的向后倒飞出去 后被重重砸在地面上 可能这就是西域了 城王败寇总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 一点都不像中原江湖的帮派恩怨 需要你来我网机关算尽 才能水落石出 徐凤年眼神平静 低声道 记得有个人叫吕前棠 临死时就比你爷们太多了 他才是真正的江湖人 陶底松死不明目 因为他知道这位今夜前不久 还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夫人 在跟董家一流杀手的厮杀中 虽然没有身受重伤 但气积蓄乱至极 绝不可能在实践内击杀自己 他当然知道在那个奇怪男子的助阵下 自己杀不掉夫人 但是他到头来连更慢一些死在夫人手上都做不到啊 而是被那人用飞剑先于凋零剑射透了喉咙 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在死前只有一个念头 柴夫人 我真的喜欢你 只是司马家族另外那个比他更忠心耿耿的高手 大步走向陶底松的尸体 一脚就踹出去十几丈 滚落在尘土中 那么他死前脸庞上的两行泪水 也就注定无人知道了 徐凤年笑了笑 道 夫人你就忙你的去吧 咱们反正已经把买卖敲定了 你眼前还有这么个烂摊子要收拾 不用搭理我 只是柴夫人出人意料地重新做回凳子 板凳狭小 而他为了应付今晚的刺杀 之前野逊临时换上了一身夜行衣 这就无形中衬托得他屯乳满月了 徐凤年没有提醒他 他也许没有意识到 也许是不在意 或者可能是对他从始至终的正人君子目不斜视 有些不可言说的无聊好胜心 女人心 海底真 天晓得 他看着动乱之后 虽然人心惶恐 但依旧形式有条不紊的家族 轻声道 想要忙还不简单 总有忙不完的事情等着 我忙了二十来年 一开始战战兢兢手忙搅乱 后来是胸有成竹熟门熟路 但毕竟都是在忙碌 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怎么把家业做大 今天啊 好不容易能偷个懒些口气 徐凤年淡然笑道 我比你运气好点 也就这几年才开始忙 而且我家就算我不做主 遇到再大的难关 也不会自乱阵脚 徐凤年突然转过头 无奈道 柴夫人 你是真听不懂我下逐客令 还是假装听不懂啊 你是忙里偷闲了 可我也想着自个而一个人坐在这里 安静呆啊 他呕了一声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也没有起身的意图 徐凤年一笑置之 他突然喊了一声 喊出一个名字 朝远方招招手 很快就怯生生跑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 十足的美人胚子 跟柴夫人有七八分形似 但神似不多 依稀只有四五分 毕竟柴夫人如今的气度 是无数场磨难砥砺出来的 少女在她的温暖羽衣庇护下长大 相似的就只能是天生的相貌了 左右腰间各自玄配 有长短两柄锦绣刀的少女 蹲在柴夫人身旁 不敢正眼去看徐凤年 柴夫人摸着少女的脑袋 铁盒是我女儿 以前听人说中原江湖最厉害的高手 要么不用兵器 要么就是用长剑 是去年末才开始练刀 在家里放兵器的库房 翻来覆去才找出这么一对刀 铁盒 诺 这位公子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你不是年前还跟龟中好友 因为争执谁给那个人当媳妇而闹别扭吗 现在你比李家那个缺心眼的傻丫头 更早站到先机了 娘告诉你 这种千载难逢的事情 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哦 少女默然抬头 瞪大那双顾盼流神的眼眸 她 柴夫人笑咪咪点着头 眼角余光瞥着那个哑然失笑的年轻人 眼底则藏着一抹幸灾乐祸 少女猛然转头 然后瞬间转回 一脸忧怨和狐疑 一点都不像啊 徐凤年苦笑 心想这张铁木碟二的脸皮跟自己能像吗 不过不像最好 难道还真去应付跟一个西域的傻丫头 来一场你就是徐凤年对啊对啊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的对话 徐凤年一想到这个就头皮麻 同时不由自主笑了起来 羊皮球李老头儿 以你年轻时的孤傲性子 当年肯定比自己更不厌其烦吧 柴夫人火上浇油 低声道 傻闺女 真的是她 人家带着假面皮呢 要不然你觉得那个人会大摇大摆来咱们西域 娘亲还骗你不成 徐凤年伸手捂住额头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丫头就那么毫无征兆的哭出声 如果不是柴夫人轻轻遮住少女的嘴巴 她就是肆无忌惮的嚎啕大哭了 她好不容易止住哭声 再度转头 很认真的看着徐凤年 抽气道 碧水姐姐很喜欢你 天真的少女很快哭腔着补充道 碧水姐姐也很喜欢你 但是她在今天死了 你能帮我写几个字吗 我以后给碧水姐姐上坟的时候 烧给她 好不好 柴夫人轻轻叹息 眼神中有些祈求 徐凤年笑道 可是现在也没有笔墨啊 接着那个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少女 干脆利落地把刀砍下一段袖子 递给徐凤年后 又让她伸出手 最后右手用刀尖狠狠在她左手手心 划开一道大口子 鲜血留在徐凤年手掌上 柴夫人毫不掩饰她脸上的自豪 我的女儿 性子自然随我 不输给西域最雄烈的男儿 徐凤年提起手臂 先写顺着手指流淌指尖 在那节袖子上写下 司马碧水这个名字 少女忙不迭说道 再加上你的名字 她只好加上徐凤年三个字 少女是若珍宝的收起 不过是写有两个名字的那节袖子 看着血字 又忍不住乌烟起来 但是她很快用手臂擦了擦眼泪 可怜兮兮望向徐凤年 要不然 也给我写一符 不等徐凤年说话 她就开始抽刀割衣 一气呵成 然后又要在另一只手掌画口子 徐凤年敢忙阻止她的举动 哭笑不得道 行了行了 怕了你了 你把袖子给我就行 徐凤年接过袖子 右手食指指尖轻轻一戳 左手中指指度 在那块袖子上又写下徐凤年 司马铁合七个字 那个少女伸长脖子 死死盯着袖子 很不见外地轻声道 在两个名字中间 加上一个赠字拜 徐凤年又加上那么一个字 两块袖子到手的少女 这才算心满意足 小心翼翼收起了袖书 也郑重其事谢过了徐凤年 这才起身离开 背对着她和娘亲 偷偷抽气着 一路走远 徐凤年笑道 柴夫人 你有个好女儿 柴夫人点头道 谁说不是呢 我这辈子唯一的念想 就是让她不要像我这样过活 原本这点念想差点就破灭了 幸亏王爷今天出现在这里 她终于舍得站起身 嘴角擒着开怀笑意 就不打扰王爷清修了 徐凤年抬起头 说道 好好活着 柴夫人这辈子都不曾 这般实心实意的 对一个男子 深深施纳万福 徐凤年闭上眼睛 你一定要在敦煌城 好好活着 一定要等我 之后三个多时辰 司马家族已经开始在柴夫人的号施令下 六婿散去收拾残局 期间她和女儿有过一次并肩而立 远远看了眼 坐在屋檐下闭目养神的徐凤年 当茅屋附近重归万籁寂静 徐凤年睁开眼睛 果然 等不到六珠菩萨从烂陀山带着那刀剑返回此地了 那就只能先将就这用了 接下来这场厮杀 由不得谁大气磅礴 阔绰不得 必须的蜘蛛必叫了 关键就看谁能撑到最后了 徐凤年撕掉那张脸皮 缓缓站起身 两只大袖翻滚飘摇 灯火中 如同逍遥人间的哲仙人 徐凤年举起一只手臂 满城配件藏件 长件短件 古件新件 尽数飞略而至 欢快颤鸣 在他身前那条笔直一线上 剑与剑尾衔接 依次排开悬亭 曾有老人在雨中小道上 滴水成剑 徐凤年浮起笑容 风紧 这次不扯忽了 徐凤年手臂向前轻轻一推 然后开始挪步前行 剑剑相接 最终汇聚成一柄长达数百丈的悬空长剑 徐凤年沉生道 走 此剑 刹那之间 破城而出 撞向那个朝这座城直奔而来的北莽君神 拓跋菩萨 敦煌城 深夜中 一位睡眠本就极浅的女子 当孩子啼哭起来 她很快就披衣起身 从摇篮中温柔抱起孩子 孩子很快就破涕微笑 她低头看着那张稚嫩的笑脸 她也笑了 她轻轻摇晃手臂 悠悠哼唱起来 小地瓜呀小地瓜 快长大呀快长大 燕赤王赵炳麾下对外宣传不过十万大军 却是拥有十打十的二十余万兵马 堪称将军的武夫没有一百也没有八十 其中部军大将张定远和顾英 一个擅长阳长臂短和以掌机短 用兵灵火 一个擅于突击 最喜好打硬仗死仗 还有援州将军夜秀峰号称南疆王明阳 已经于守城名洞黎阳南方 贺州将军梁月 擅奔袭 拿部族当骑军使唤 这些人无意不是才华横溢才桀骜南迅的武将 只不过风头和锋芒一直为北梁铁记所遮掩 这些人在黎阳京城被人提及的次数 也许加起来都不如一个楚禄山或是燕文鸾 不过有一个肯定是例外 那就是南疆头号大将吴仲轩 老将不但统领南疆北边半数兵马 而且手中还握有南疆唯一一支骑军 当时世子殿下赵柱带着那几千骑军赶赴广领到秦王平叛 准确说来是跟吴仲轩借去的一部分兵马 吴仲轩与纳兰宥慈一起成为赵炳的左膀右臂 但相比纳兰宥慈深受厌斥王近乎盲目的信赖 在外统兵的吴仲轩就相形见处许多 三个儿子李迪长子和迪初幼子都被留在王府侠境内 只有一个数出的儿子跟在这个老人身侧 也未从军吃喝嫖赌那都是南疆北部的班头人物 传闻有一次趁着他老子巡视北方边境的机会 带着一百余精锐司军护从偷溜去南方要武扬威 结果给世子殿下打得满地找牙 这也就罢了 这哥们被打猛了以后也不知谁给出的馊主意 竟然光着膀子跑去王府撒坡打滚 平息过后内幕如何外人不知南疆只清楚厌赤王那个在北方担任军武要职的三子赵鱼被召回了南方 反正打那以后吴仲轩就少有回到南方一心一意镇守南疆北部 一队二十余人的骑队挺马羊鞭于广陵江南岸 看着滚滚江水东市就像天底下最壮观的一条白链在随风起伏 这些骑士年龄悬殊 但人人披甲佩刀 惊悍之气极其惹眼 居中的几骑更是有种酒居尚未凝聚出来的浑厚气势 又以那位腰杆挺直的白老人最引人注目 老人紧握那根虎骨坐杆虎皮坐心的马鞭 眯起眼 视线越过江面 直直望向北岸 老人身边两位中年武将都是他用二三十年时间栽培起来的嫡系心腹 唐和和李春玉两人名声比张定远 顾英等人要稍训一筹 但真要在沙场上分高下 老人不觉得他们就会输 而且唐里两人都出身南疆北地义等一的高门士族 拥有复杂的联姻 这意味着老人比起被宗藩法力严重约束的燕赤王 具备更多中原方面的人员 唐和是个相貌粗犷的操汉子 满脸落腮胡梅娜功夫和心思如何打理 几缕胡须打结在一起 弯腰摸着战马肌肉结实的背脊 抱怨道 赵义和赵荀这两个藩王士事先说好了不成 怎的都这半天大架子 就是不愿帮我们渡江 借口说是要剩了曹长青的水师 才好保证咱们的安危 老人便是南疆大将第一人的吴仲宣 但然道 这道理也说得过去 十万兵马渡江不是小事 唐和大大咧咧道 曹长青摆明了已经收缩战线 集中屯兵白鲁虎 那咱们去龙门渡让青州水师护着过江不就成了 难道他赵义水师还差这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要不然咱们从广陵入海口附近渡江也行啊 曹长青的战船总不能爬到岸上绕过赵义水师再跳入江中 来阻截咱们吧 这帮龟孙子 就是不乐意看到咱们南疆精兵顺利过江 吴仲宣摇头道 这是京城那边的意思 你以为赵义和赵荀能做主 唐和满脸讥讽 放声笑道 当藩王当成这副德行 也算本事了 吴仲宣向来是不苟言笑的冷清性子 大半生戎马生涯 无论大胜还是惨败 他从来都是无悲无喜的架势 也就成了兵书上所谓凶有积累而面如贫胡者 可败上将军的绝佳例子 吴仲宣陷入沉思 比起身边这些大多沙场骁勇却并不属安庙堂的部将 作为主帅 老人要心思更重也更杂 这次自己领军北上 何尝不是一场豪赌 在正式之余 老人还有一件私事要做 有人要他照顾武帝成一个叫江府丁的年轻人 作为交换 那人许诺他不但会担任南疆大军的北征主将 在北渡广陵后还会有一场颇天富贵在等着他吴仲宣 吴仲宣对于此事没有任何拒绝的机会 因为那人揭穿了他吴仲宣成名道路上的幕后推手 黄三甲 关于这件密事 别说那三个不争气的儿子 吴仲宣就连白头偕老的枕边人都没有告知 这时候又有一只骑队急驰而至 唐和李春玉等人举目望去 脸色都有些古怪 吴仲宣一家马富 驱马前去 在马背上对那个英气薄的年轻人轻轻抱拳 莫将见过世子殿下 这个只带了五六骑护从的年轻人 正是厌赤王世子赵柱 相比吴仲宣一伙人的铁甲蒸蒸 赵柱身穿锦袍 若非腰配一柄南疆行武常见的战刀 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出门游历的公子哥 而他身旁除了两骑出自藩王府邸的贴身侍卫 还有几个南疆外人 一男两女 男人装束奇怪至极 那颗光头上有着和尚戒巴 却穿着一席道袍 年岁稍长的女子极为美艳动人 三十岁出头的美副模样 若非他身上气势极重 让人望而生畏 恐怕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 在这狼烟四起的广陵江畔 就要香草美人多早腰了 年轻些的身材高大 一看就是北地女子 容颜不算如何惊艳 却也自有一股独到风采 唐和李春玉这些将领 对那半僧半道的男子 以及三次登平燕之榜的女子 都是久仰大名了 五帝城王先知的高徒 功半阙和全法大宗师林鸦 在江湖上那都算如雷贯耳的大人物 至于这两人为何依附了世子殿下 他们也懒得深思 不管世子赵主 跟他们北地将领的恩主 吴仲轩有何矛盾冲突 浮原辽阔的整座南疆 都会由衷赞叹 世子殿下年少从军 在那蛮杖之地 差不多杀了各时进时出 筑起的大小金冠不计其数 在北梁那个姓徐的年轻人崛起前 南疆百姓都无比自豪 喜欢对外人说上一句 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天底下 最文武双全的藩王世子 照着笑脸灿烂 回了一个抱拳 辛苦上将军了 吴仲轩扯了扯嘴角 大概这就算是笑了 赵柱转头眺望江面 轻声问道 赵荀和赵毅两边是怎么个动静 赵柱终究是名义上的北征主帅 吴仲轩仅是作为副帅 辅佐这个广陵之行 让黎阳大师所望的世子殿下 吴仲轩沉声道 青州水师沿江一路东下 在广陵江与五伯湖爱口 龙渡口和白鲁湖西端竹阻伐基等要地层层分兵恶首 以祖归路 而且青州水师的分兵颇有章法 无损主力水师的战力 那赵荀身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至于赵毅那半只广陵水师 在水面广阔的白鲁湖上 大型战船更能挥威势 如今连州布阵 犹如六上铁骑连营 曹长青的西楚水师本就兵少传小 遇上这种阵势 不但正面突击不易 养工困难 而且连原本传小灵活的优势也消失殆尽 赵柱点了点头 看似随口问道 木春时节 白鲁湖往年这个时候是怎么个天气 怎么个风向 吴仲轩愣了一下 不但是这个从未亲身参与过大型水军作战的老将 其余将领也给难倒了 曾经手扛大顶去砸随斜骨那入城缓慢一剑的女子舞蹈宗师 伶牙展颜笑道 春雪楼那帮长年就住在广陵江畔的谋士 又不都是酒囊饭带 会考虑这些的 赵柱感慨道 那么现在就看曹长青能否以一人之力 挽狂澜于祭祷了 公伴却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难 京城第一剑客齐家节都到了 还有冬月剑池的柴青山也不会缺席 据说连辉山那姓轩源的女子也会助阵 加上清朝出动的赵沟 杀掉曹长青不用想 但要说阻挡一二 不是什么难事 吴仲轩那只骑队告辞离去 赵柱依然久久停马将盼 晃了晃脑袋 低头看去 他腰间那柄配刀用细绳系了一只破旧钱囊 这位世子殿下喃喃自语道 如果有一天 江山归我赵柱 江湖归你徐凤年 那也不枉我们兄弟二人相识于丹同关 他伸手握住那只亲自缝缝补补很多次的布袋子 咬牙沉声道 姓徐的 不管碰到什么天大的男士 可都别死啊 我这辈子就只认你这么一个兄弟 千万别逞英雄 大不了你来我这里 要知道当年那个穷的口袋里一声叮当都想不起来的小企儿 今儿比谁都有钱了 北蛮剑锦绣绸缎 不信有虫石树土丝而成 西年中原世子 不信草原有沾丈容纳千人 天下人不至广陵江 则不信水上有大舟两万湖 在白卢湖中央 一艘高去水面三四丈的雄伟楼船行单影只的航行在湖面上 看船头方向 是往西楚水师大军而去 一杆江自大旗 在大风中烈烈作响 有一位绝美女子背负紫色剑侠 站在三楼栏杆处 衣衣飘飘忽如仙人 湖面辽阔 突然遥遥出现一叶扁舟 越来越靠近 直到与楼船相隔数十丈处才齐头并进 一席白衣坐在舟头 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吊着一只酒壶 身后站着一位大秀红袍的称薅人 背贱女子和白衣女子几乎同时对视了一眼 仅仅一眼就不再相看 世人不知 这场相逢 竟是间隔了足足八百年 白衣洛阳收回视线 仰头喝了口酒 懒洋洋微笑道 这么多年了 还是一如既往觉得讨厌啊 那边 将你伸手按住剑侠 这才让呼之欲出的侠中剑指柱长鸣 屹立于黄沙千里之上的那座西域大城 面容木那长臂如圆的矮小汉子 在长剑即将出城之时 不在鸭翼体内那股充沛到了 骇人境地的浑厚气机 顿时身形暴涨 这才算恢复他的正常体态 长剑一线奔赴而来 他伸出一掌 撞在第一柄剑的剑尖上 手腕一拧 那条直线上的千鱼把飞剑为之 全部飞旋一圈 洞穿后重城墙而掠出的长剑 在一阵旋转后 硬是在城墙等人高处 炸开一个大如镂筐的孔洞 下一瞬 就只见身形前铺的拓拔菩萨一掌拍在城墙上 满城轰动 如遭地震 出城迎客160件 悉数寸寸碎裂 还留在城内同气相连的70件 也给拓拔菩萨一掌震烂 走在城内寄寥街上的徐凤年一挥秀 常见变幻如仙人手中镇压世间鹦雾的雷边 紫电萦绕 长边在内城墙上一阵猛烈化抹切割 齐气刀切豆腐一般透过城墙 击设拓拔菩萨 这个多年以来出手次数寥寥无几的北芒五道第一人 大步踏前 直接蛮横撞开了城墙 入城后 一手扯住那条看似长边形状 实则建议精髓的钢器 将其撕碎 另外一只手随手拍出 那块崩裂后还来不及落地的城墙碎石一闪而逝 徐凤年双指并拢 轻轻勾勒 紫气没有丝毫摔落的长边迅弯曲缩回 将那块破空而来的巨石搅烂 一边之下 连掌皆都给撕裂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 下一刻拓拔菩萨左脚踩在剑尖顶端 整条剑身开始扶摇晃动 徐凤年轻念一个伞字 剩余七百多把飞剑如得灵犀人性 自行其事 一阵眼花缭乱的疯狂飞舞 动厚视镜 七百剑凌空而停 构造出一座半圆大阵 七百剑尖指指地面上的拓跋菩萨 这一停不过是转瞬而已 剑雨即落 如天上暴雨落人间 那阵阵噼里啪啦的剧烈声响 宛如黄豆大小的雨点砸在一把油脂散面上 街道上 尘土飞扬 徐凤年一脚接接实实踹在了拓拔菩萨的胸口 让他从哪里入城就从哪里出城 只是拓拔菩萨以一种比出城度快上无数的度 再度冲入城 一拳轰在徐凤年台币格挡的右手肘上 然后徐凤年的右拳和拓拔菩萨的左拳同时撞击在一起 两人不过是各自后退两步 但是他们左右两侧的那些高低剑柱 全部塌陷 而两人脚边附近的街道上 或笔直或倾斜插满了那些落地之剑 拓拔菩萨在跟徐凤年又一次对撞一拳各自后退后 皱了皱眉头 因为他献那五百柄长剑竟是同时没入地面 消失不见 徐凤年练刀习武以来 一路行来的两座江湖 这些年终于人对敌死战 多是借用他人招式 少有自创招式 今天 徐凤年不但要赌一回胜负一场生死 更要借此机会 让自己重返同等高度 却是另一种境界的巅峰 先前 天下一剑 之后 地上一剑 在徐凤年后退三步后 一条非剑汇聚而成的滚滚地龙破土而出 直扑拓拔菩萨 骑士之壮 骑力之大 骑气之长 根本不是先前出城那一线剑所能媲美 拓拔菩萨竟然被硬生生撞出城去 这一剑之后 徐凤年的心境也随之水涨船高几分 他潇洒走出城 那份血一风流 可惜无人看到 若是一辈子眼高于顶的羊皮球老头儿还在世 也要叫一声好 喝一声彩吧 若是老黄还在 肯定会咧嘴笑 那样缺着门牙 伸出大拇指 如果某个跨木剑与他徐凤年一起闯荡过江湖的游侠儿也能看见 多半会嘴上说着有什么了不得的不服气言语 在心底却是比谁都更开心吧 徐凤年轻轻看了眼远方 像是在看一眼江湖 这个只有自己有些孤单的江湖 的原因是有些孤单的江湖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